朱立文要來啦 那中國大陸也已經把話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呢 我們關心的是台灣問題 還有呢 這個南海的問題 然後呢在台灣問題的部分呢 美國的艦艇又穿越了台海 你看這樣子過來 但是中國大陸呢 直時也亮劍了 我就是隨時都跟在你旁邊 個別說8月22號的時候 也台灣這邊發現了 大概中國大陸有出了 41架次的飛機 然後飛越了台灣海峽中線 或者延伸線這個地方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呢 倩姐不斷提醒了 美國不斷的要怎樣 逐這個包圍網 123島鏈不夠 還有第四島鏈跟第五島鏈 都要來了 另外再來看到菲律賓 你真的很愛亂鬧 你看搞了這些什麼 鮮兵礁啦等等 這中國大陸擺出了陣仗 也是告訴你 你來我也是會亮劍 對因為第四第五島鏈 是美國的戰略學家 在2014就五年前就開始設計的 那麼這也就吻合了印太 就本來是亞太嘛 後來變成印度洛西域 就你既然要到印度洋 那你一定是要延伸到另外一個大陸 就是非洲大陸旁邊 所以我們也看到 我記得我有做一個圖 就你也看到了說 中國大陸它相對的 所做的就是反這個包圍圈 就它對中國大陸的包圍圈 以前是中國大陸是用區域拒止來因應 也就是在西太平洋 可是現在呢 我覺得它運用像什麼 和平團結這些軍演呢 就是做了一個反包圍圈 因為第四島鏈在這兒 從印度往南走 第五島鏈在菲律賓旁邊 而大陸已經有的佈局 就是從吉布地 然後在這邊往南呢 伊索比亞進了金磚了 然後肯亞是長期的友善關係 接下來往南走的話 就是最近軍演的 譚商尼亞跟莫山比克 那這次除了陸 海 連空軍運20 都已經出動 然後在那邊讓他們去聯合 做反恐的測試 那反恐呢 當然就是一種軍事行動 所以跟軍事行動 中間就是一線之隔 就是你的對象是什麼 所以海 陸 空 後勤 全部都是聯合在一起 整個的東非這一塊呢 其實我覺得 美國要去重新建立的 這些基地的防線 並不容易 此時此刻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世界 其實美國在 全世界的這個七海 就是這次無論是拜登 跟川普都在說 我們美國是世界上 唯一的一個強大的國家 我們一定是全世界 最強大的國家 我心裡其實想的是 當時你被邀請 你被容許做世界警察 是因為你是 對很多其他國家來講 是一個友善的超級強權 可是最近一段日子以來 事實上是從911之後 美國的叫做 全球反恐戰爭 全世界的反恐戰爭開始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 他中東國家打了六個 應該說打了五個 有一個國家打了兩遍 就是說他用全球反恐的 這個大旗 他已經不再是一個 友善的超級強權的時候 其他的國家 會不會這麼心甘情願的 容許你 就自己認為你一定是 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老大 唯一的一個強權 這是這一次 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都沒有差別的 那因為他們沒有差別 所以他們對於 中國大陸的態度 不會有什麼差別 因為只有我可以當老大的 這種態度是貫穿在 全部的民主黨 跟共和黨的大會裡面 雖然我覺得 共和黨的大會 我的看法是沒有像 介大使覺得那麼差 因為我從1980年開始看 民主黨大會 對不起 民主黨大會 我從1980年開始看大會 民主黨跟共和黨大會 看到現在第11屆 這一次本來大家以為 是很sleepy的 就是拜登嘛 拜登就是說 你們大家很怕川普 所以要投我 可是壞了人以後 他整個的氣勢不一樣 因為川普所做的就是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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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USA 那賀錦麗甚至他很有意的說 我們不用講這個 我們要講更深的 他重新再界定 他的政黨代表了什麼意義 雖然他所界定的意義 很可能會被老的 就是傳統的那種白種男人 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會拒斥 但是他畢竟很認真的 把他的整個的新的 政黨的意義 重新去界定了一遍 而且我覺得有些地方 還特別可愛 像那個OPRA Wunfair 他做的事情很可愛 那像前總統說 你在我們這邊可以聽到很多 可是你在拜登那裡 你在川普那邊聽到就是 I me myself 所以我覺得這些地方很可愛以外 包含他們選的運動員 一邊是像摔角的那種大將 Hogan 另外一邊是足球教練 或籃球教練 這個籃球教練最後他做的那個手勢 是所有的美國人都看懂的 因為奧運剛剛過這個奧運的籃球教練 用了奧運的明星 他每次贏的時候他都說這樣子 就說對手你回去洗洗睡吧 然後他就這樣快樂地講 叫做川普回去睡 他做了他用了很多的美國象徵 而且用的非常的有深度 所以說這一次我不認為他已經是 確定鹿死誰手 但是無論鹿死誰手 美國要做唯一的老大的這一個意念 是在兩黨的候選人中間都有 因此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不太容易改變 對啊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不管誰當選 中美關係可能還會繼續 會惡化 我們之前上禮拜也說 馬凱秀不是這麼說了嗎 但是中國會再繁榮一百年 我想問一下量根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在跟東盟的國家 現在互動其實是更加緊密 那新加坡也很擔心 中美競爭就是新加坡最大擔憂 但是泰國現在很多的路客區 也提振經濟 然後中國大陸跟印尼的部分 雙邊合作進行相關的一個論壇 另外更別說2加2也來啦 外長跟房長這些對話機制 那更別說越南蘇琳訪問中國大陸 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而且也說兩軍要進行相關的合作 沒有 這個叫國運 國運 對啊 東南亞就是因為 加沙的戰爭 就讓馬來西亞跟印尼 就開始一面倒到中國 人心整個都倒過去了 不是啊 就覺得你美國 怎麼會這樣處理穆斯林 而且你根本基本尊重都沒有 而且他們都是主張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是兩國論的嘛 中國也是這麼看的啊 對啊 所以美國就不可能 這個事實上會動搖很多區域政治 我認為東南亞就是這樣發生的巨變 就是因為以色列的加沙的戰爭 因為馬來西亞跟印尼以前沒有這麼明顯 對 現在挺中國都超過74 那是今年看的民調哦 就都超過七成以上啊 以前都不是這樣 那穆斯林國家全世界有47個 你去想一想美國得罪多少國家 所以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中華大陸之前努力是處理伊朗跟 沙特阿拉伯嘛 那後來那個巴勒斯坦14個派系 他們自己巴勒斯坦裡面呢 趕快合夥 所以現在中東國家也基本上倒過來了 對 那只是說他在跟美國有那個 傳統的軍事聯盟 他要小心處理 可是其他方面我認為政治跟經濟 都已經倒過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真是不治啦 就是你卡到一個以色列 然後對這個穆斯林的整個世界 他竟然可以處理到這個程度 然後暴露出他的內心 對穆斯林的深刻的不信任 這內涵了文明衝突跟宗教衝突 所以這個已經沒解了啦 我認為這個已經沒有解了 所以 中華大陸本來是得利於說貿易啦 工業啦 基建啦 那現在已經在 這個文明層次 跟美國在這裡做出區分 所以你看他那個 我們講那個全球倡議 為什麼第三個變成文明倡議 他就抓到這一點嘛 那這個我覺得 會是更深蒂固的 就是前面你不要講那個安全倡議 你值不支持 發展倡議你值不支持 這文明倡議是一刀切 因為美國常常就是不尊重別人的文明 這個太明顯了 這個太明顯了 所以你看中國境內 各種宗教都相處得不錯 對啊 就它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以色列真是要害慘美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